穆长老 这次其余三阁 可曾有人前来天目山脉 怎么可能不来 万剑阁的天群剑唐英 黄泉阁的王晨 星云阁的穆青鸾 皆被派出 看来这一次的血潭之争 倒是热闹得紧 小姐 阁主临行前说了 凡事小心一些 多留一个心眼 毕竟此次天山血潭 吸引了不少北狱的年轻强者 例如 那位叫做萧炎的人 小姐对于北阁主的实力 也是有所了解的 此人能从北阁主手上逃生 不可轻视 不过是借用他人力量的家伙罢了 天目山脉内 能量超过限制 便会受到压制 大家只能各凭真本事 他自然也成不了气候 我要说 啊 终于要开始了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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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愧是中州 如此袭警 其他地方哪有眼赴桥间 这次 就顾解试一试 自己在中州年轻有辈 心不尽能达到什么位置吧 什么啊 上啊 两位长老 你们便留在沙漫外 接下来的 瞧给我便好 是 那 那是冲锦儿 小仙人一步 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 多谢凤小姐助力 三千雷洞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凤小姐 不过是跨了你一步 就这么穷追不舍 咄咄逼人 真不愧是风雷阁的人 破掉我风雷阁的九天雷玉阵 还能从北阁主费天手中顺利逃生 可真名不虚传 是吧 硝烟 硝烟 他就是那个击杀了沈云的硝烟 那是你们风雷北阁咎由自取 若是你想帮他们报仇 我定会奉陪到底 哼 好狂的口气 现在我也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等你到达血潭 我们再来解决这些恩怨旧账 当然 前提是你有实力到达那里 怎么走啊 可惜了 没打起来 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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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知道这两个人真正交起手来 谁能更伤一筹 等到了目的地 这两人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依我看 现在不过都是想保存实力罢了 就在这一切 点灯 我看了什么事 就在这一切都不错了